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與一切有情縱 誓之又山入一包 願真滿碧酒精麗 恒長心懷真愛情 誰出於誰為辦事 世紀教祖中卑劣 窮心身處司禮堂 奔長尊他為罪傷 一舉一動觀之心 正當煩惱出門上 為海之與他人世 願幾何茶令消粗 平心邪惡總有情 還為夢了醉苦婆 前世如雨大寶藏 願何死吃難得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修行可能要开始有智慧 佛陀在经典说 在家菩萨具足四种 那么资粮这一次快乐 来世也会快乐 那四种呢 第一个 信心具足 就是你要绝对相信佛法身上报 才能够帮助我们离苦 要相信 佛陀说的 生命真的有轮回 善有三宝 恶有恶报 有六道轮回 当然也相信 当然也相信 除了三宝 其他的 世间的神明 没有办法给我们 生命依靠 当然 就像人 他可以帮助我们 只要你去 对待他 用一个符合佛法的方法 就像我们拜土地公 可以的 因为感谢他嘛 但是他不是我们 生命离苦得乐的依靠 所以 相信三宝 相信因果 当然更要相信 自己 可以解脱 成佛 要有这个 信心具足 那有了信心以后 第二个呢 念下来 持戒具足 就像各位今天 守五戒 守八观再戒 就像各位有小朋友 你从小就要跟他说了 叫他千万不要去 杀神 偷盗 邪淫 骗人 喝酒 所以佛陀说 你只要守戒律 绝对不会堕落地狱 鬼道 出神道 所以 大家念一下 不杀神 不偷盗 不信 不邪淫 不妄于 不喝酒惜毒 早上我们 大家都愿意受五戒 那唯有慈戒 那慈戒的目的呢 就是不要伤害到别人 因为你伤害到其他生命 就像我最近常讲一个故事 在这边也一定要讲 佛陀 佛陀 时代 有一位很精进的出家人 按照佛陀的 教法 到森林里面去打坐 修不尽观 要解脱 结果他很精进在打坐的时候 突然有一只野猪 冲过来 因为后来有人在打猎 野猪就乱跑 结果就把这个出家人撞死了 撞死了 现场死掉 那很多人就来问佛陀说 佛陀那个出家人 这么精进在修行 怎么会被野猪撞死 佛陀说 这个出家人 比丘 五年前 他为了要到森林打坐 去搬动一个石头 好坐 结果搬动的时候 压死一只蚂蚁 那一只蚂蚁 现在来投胎 做这一只野猪 过去他不小心压死他 他现在投胎做野猪 也不小心撞死他 各位 一只小蚂蚁 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不是杀生 但是一样有因果 只是佛陀跟大众说 这位比丘消完业障 现在升天了 但是他还是有这个业障 所以各位一定要天天忏悔 不小心踏死蚂蚁 不小心那边痒 把一只蚊子给弄死了 这个都有因果的 所以西藏国王赤松德战 他最疼爱的一个女儿 十岁 这个小女儿 有一天病发烧 没办法救了 赤松德战狗王 赶快叫莲花生大士来救他女儿 结果莲花生大士来了 他女儿一样死掉 国王哭得很伤心 不过莲花生大士就跟国王说 这个是有一段因果的 他说过去你跟另外两个兄弟在帮忙盖佛塔 因为那个时候三个兄弟的妈妈是杀鸡的 但是这个妈妈要死之前交代三个儿子说 你们帮忙把我这个佛塔盖好 我这辈子造了很多杀生的恶业 让妈妈可以脱离痛苦 那个佛塔就是现在尼泊尔最出名的满院佛塔 但是呢 其中有一个 不知道是第二个 他在帮忙盖佛塔 天气热 有一只苍蝇飞过来 他也不知道 他就赶快擦一下 那只苍蝇被他揉死了 那莲花生大士就说 国王啊 那你就是那一个不小心揉死苍蝇的人 因为你帮忙盖佛塔 你现在做国王 但是呢 不小心被你揉死那只蚂蚁呢 就是你投胎的女儿 因为他飞过那个佛塔 他有福报 投胎做人 那是因为你不小心把他弄死了 那他现在呢 也必须要遭受这个 你也必须遭受这个 遭死女儿的国报 但至少他从苍蝇投胎 叫公主了 但是你变得要伤心很久 各位 一只苍蝇 死了一个女儿 所以讲到这个 慈戒 各位一定要 像各位开车 开开开 开很快 你一下车看 窗户玻璃那边 有没有一些死掉的虫啊 有哦 你一定要拿个水啊 跟它撒一撒 念念咒啊 跟它忏悔 超度它 你不能说 正常的正常的 特别高速公路 开车回来 那就会很多死掉的昆虫 在你的引擎啊 在你的玻璃上面 这是一定的 但是你要跟它忏悔 给它念念阿弥陀佛咒语超度它 不然呢 这个夜报 哪怕你是观音化身的赤松得战国王 精进的比丘 业障还是会来 就像释迦摩尼佛 一样有他的夜报 所以第二个 再列一下 持戒 具足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杀生啊 偷盗啊 邪淫啊 男人有欲望 那你就控制控制吧 不然呢 生生事故苦啊 哪一天你的女儿被强暴了 你那种苦啊 没办法形容 因为你去欺负别人的女儿 去玩弄别人的感情 那你在这个感情上 有些一辈子很痛苦很痛苦 就像有些人 他是男人的身体 女人的心态也很痛苦 这就是一种感情的野障 很无奈 甚至有些人因为这样 走极端的路 所以各位永远要记住 太重要了 守戒律的功德 太有福报了 那第三个 什么具足呢 你叫布施具足 那佛陀要我们布施 最主要的目的 各位不要太贪心 太认为说财产永远是属于你的 那透过布施 消除自己的贪心 占有执着 进一步呢 透过布施 那你会生生世世有福报 不缺钱 衣食封足 这样你生活比较方便 修行也比较有祝愿 所以要各位要 就像刚刚各位在供养出家人 特别七月份 佛陀 于兰盆法会 帮助往生 献世父母最好的方法 读一下 共佛 灾身 布施有情 所以我们大家供养设立 供养佛像 供养出家人 那各位呢 刚刚慈悲 这些烟供 药供 甘露 湿石 明天还要去海边打放射 那各位呢 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用了我们努力赚来的钱 不浪费它 在家里孝顺父母 照顾老人 家庭 照顾儿女 然后呢 进一步能够供佛 宅生 帮助 贫穷 那我想各位更方便了 巴弹岛 鸟很多 多撒一些米啊 食物 地上蚂蚁也很多啊 那他们吃什么你都知道 水里面鱼很多啊 所以森林里面猴子很多啊 然后呢 包括各位你就算每天煮饭 那个洗碗的油啊 洗碗了一点茶 你要念个翁阿红 流出去给孤魂野鬼喝啊 你在煮饭煮菜 那个炒菜的味道香不香啊 翁阿红 做烟供 你的炒菜那个味道不湿出去 所以 所以 所以我每次吃饭 我永远都会留几个 他们就批评我 海盗法师这个人 吃都要剩一点点很啰嗦 哎呀 他不知道我的用意啊 吃一点点不湿啊 不湿啊 所以我们出家人都是这样 吃完了锅 还要加一点水 搅一搅 不是喝 这个水家里面的饭渣油渣 倒在外面的石头 不湿给那些 我们佛教徒相信 真的有好兄弟啊 孤魂野鬼啊 倒在树下 蚂蚁也会吃啊 我们这次去缅甸泰国 什么不躲 就是蚂蚁躲 那我们在新加坡就 就看不到蚊子了 那 为神做得太好了 所以 但是 但是各位你要了解 布施一只蚂蚁 就等于念了一部 贤劫前佛经 布施十只蚂蚁 等于念了一部 大藏经要五年 布施一百只蚂蚁 来世做皇帝 所以释迦牟尼佛在经典告诉我们 你 以慈悲心 布施一点食物 给一只小动物吃 超过 三大阿僧奇诀 供养所有佛 供养所有菩萨 供养所有阿罗汉出家人的功德 为什么 佛菩萨都有人在供养 蚂蚁也没有人在供养 佛菩萨不缺吃的 家家户户都努力的供养 但是那些蚂蚁阿 那些孤魂野鬼阿 没有人供养 所以我想各位喜欢放生 那各位最好明天 买多一点面包 再加你捏好捏好 又加一点香香的 钓鱼人都知道捏好捏好 这样才钓得到鱼阿 但是我们不是钓鱼 把它捏好香香的 投到大海里面 大海里面无量无边的生命 无量无边的小鱼小虾 可能他们很快就死了 因为他们会被吃掉 至少在死之前吃到你的 乃是他不吃 你丢下去他过来闻一下 他也得到接触解脱 因为你是用悲心去做的 你是希望他跟他结缘 所以讲到这个 念一下 未成佛 先结缘 这句话永远要记住 如果你不结缘 成不了佛的 你每天躲在山里打坐闭关 是可以增长你的禅顶 不能成佛的 成佛呢 最重要的 大乘佛教的修行两个 第一个 不舍弃众生 第二个 观诸法空性 这两个是最重要 不舍弃众生就是慈悲心 观诸法空性 那你要了解 万法都是 无自信空的 那这个要有智慧的关照 不要被卡住了 像各位你很爱你的儿子 这个叫卡住 因为他只是一个感觉虚幻的 但是你觉得这个感觉是真永恒实在的 就像一个女人 当他爱上一个男的时候 拍拟了 再叫他不快乐了 或什么 卡住了 然后你就情绪不安定 爱恨交叉 那各位 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没有 所以一切诸法必尽空 各位每天都要念 是诸法空向不生不灭 所以要用空性来看一切 但是讲空性不能够离开 大悲心 不舍弃众生 所以各位要跟花结缘 跟树结缘 跟蚂蚁结缘 跟人结缘 像各位 等一下我们来念佛 念佛的时候 你要想天主教 基督教 蚂蚁 都是我的妈妈爸爸 阿弥陀佛 跟他结缘 因为我们今天大家守八观在界 供佛摘身 摆设立子 大焉供 要供 甘露诗诗 大布施 那透过念奥弥陀佛 把这个功德给他们 结缘 这个叫广结众生缘 非常重要 所以我师父要我 跑遍世界各地 去监狱 去学校 去屠宰场 有形无形的结缘 因为这个结缘 不断的付出 你就很容易安住空性 不离大背心 真正的闭关 是在心里面完成的 就像我们今天这么多人 这也是一种闭关 为什么 闭关并不是说 安安静静 而是呢 我们专心的持戒 听佛法 利益众生 心里面没有贪嗔痴 这个才叫闭关吧 当然很多人说 很安静很安静 比较容易 但是呢 功德力不大 功德力大是 不离众生苦 但是内心里面保持 大悲心跟空性 所以你必须这样去做 我想各位现在在做事业 很忙碌啊 家庭啊 但是也很忙碌啊 但是这里面你把佛法 用在你的接触的每一件事情 知道它是一个因缘所生法 因果的 但也知道它是如幻如化的空性 就像你戴一个眼镜 叫般若眼镜 很忙 但是知道它的真相是什么 这样的是比较难修行的方法 但是也是快成佛的方法 当然所以我想专心的大家 一起为佛法在你的努力 然后呢 乃至你在生病 那更容易修行 观诸法空 我为什么会生病 我就是因为有个身体啊 执着这个身体是我的啊 所以我才会很痛苦啊 所以借着这个生病在提醒你 你在执着啦 你应该分析它 根本没有一个我 哪有我的身体呢 就像别人骂你的时候 你很生气 那时候你才知道说 没有你骂我 我就不知道我有一个我质 我有脾气 我要保护自己 如果你有空性 你到底骂到谁 根本没有我在被你骂 但是我之所以会起心动念 那是因为我不了解 毕竟空 我没有空性 谢谢对方提醒你 所以各位这个要 一直磨念 一直磨念 就像一颗石头 磨久了就圆了 那你不去磨念 逃避众生 逃避世间 你就没办法 所以在不舍弃众生里面 去体悟空性 是达成佛教的精髓 所以那各位当然 那你不要被境界拉走 爱 恨 喜欢 讨厌 你很容易被境界 所以各位现在你眼睛 在看的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起分别心 那那个时候 你就要保持修行 保持正念 你赶快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在修行 我在修行 那是最快的方法 当然阿难行到异成佛 所以佛陀才会说 你在这个五浊二世 一日一夜把观摘戒 超过在极乐世界一百年修行的功德 佛陀说你在五浊二世一天把观摘戒 超过你佛陀在世五百年出家的功德 因为很难 但是如果你各位愿意 透过这个难 来不离开佛法 那对你帮助就会很难 所以你要保持正念 当然各位有身体 身体你会觉得累阿 睡睡觉阿 如果今天下午没事 我看大家都回去 哦 睡觉了 还在这边忙得老畔田 能气又不强 但是这个就是修行 修行要难忍能忍 我不太喜欢睡觉 我除了晚上 我白天你在叫我怎么样 我都不睡觉 我宁可起来走一走 思维佛法 走一走思维佛法 刚刚听我们战言法师说法 但是我绝对不睡觉了 但是我发现大部分都已经躺下去了 如果你不在这个路躺下去睡了 睡个午觉 看到师父你来了 你们都在睡哦 因为人的意志力的问题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生命的敌人是自己 这个我 我要睡觉 我要快乐 我要别人对我好 这一点 你不开始学习控制它就没办法了 那你永远做生命的奴隶 心灵的奴隶 那你就一直轮回 一直轮回 所以我们愿意来守八万载界 就是征服自己 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 我们参加念佛都是 二十四小时精进念佛 不能睡觉了 还有人参加七天七夜念佛 连坐下来都不行了 就念佛吃饭 吃几分钟就开始用 因为你必须征服这个 这个放一爱睡觉的魔 不然你怎么修呢 但是现在的人反正 就慢慢就放松自己 脾气特别快 这样控制不了 因为他没有在控制自己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要透过了解佛法 所以我们有讲过 在悲持信心具足 持戒具足 布施具足 第四个是最重要的 智慧具足 所以我们有福报 能够归一三宝叫信心 能够持戒能够布施 有人天福报 有修行的祝愿 但是第四个是最重要 你要了解佛所讲的真理 苦极灭道的道理 轮回的苦 苦的因 是因为刚刚讲了我们的无名 我执 爱染 执着 造业 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在轮回苦 所以在背一下烦恼 所以造业 造业 所以轮回受苦 那所以各位你就知道了 苦不苦 乐不乐不是神在主宰 是你的心态 你有贪嗔吃烦恼你就造恶业 你有慈悲心善良你就造善业 所以人是自己生命的主宰 所以佛多说所有的痛苦不是神给你的 不是自然给你的 是因为我们不了解 执着这个我 执着这个我 不了解一切存在的真相 简单的说 不认识世纪 不认识世界 因为你 现在人类乱砍伐树木 破坏土质 认为人是地球的主宰 最后毁灭了还是人类自己 人类变成说 我是动物的主宰 繁殖很多鸡 繁殖很多牛 做了很多科技 把那些牛打了很大针 每一只牛都很壮 六个月才长大的鸡 四个礼拜就让它长大了 所以一直认为我们去主宰它 事实上就在破坏生命 破坏自然 所以各位要了解 智慧具足了解苦 苦的因是无名贪爱执着 所以你要消除这个无名贪爱 我执 你要开始修行 不要再贪生吃了 不要再执着造业了 那如何做 佛陀讲得很好 来 修道 勤修戒定慧 熄灭贪嗔痴 各位这个是最急的事情 最急的你不急 都在急那个不该急的 急的结婚 急的赚钱 急的化妆 那那些东西我给你讲天生自然美 你不用急 人家佛陀的太太耶稣陀罗要死的时候变成16岁的小姐 各个很庄严 所以这个是因为一个夜报造的一个善业 所以要急的是解脱生死 解脱痛苦 特别各位 这个身体你不要太爱惜了 刚刚早上讲 它是你生命的敌人之一 让你苦得不得了 每天我们去运动 吃药吃得很好 就怕他生病 怕他怕他 那身体生病是一定的 老是一定的 那为什么你会痛苦 因为你有这个执着 身体是我的 就是问题在这边 身体不是你的 身体有它存在的因缘 花开花泄 有生就有死 这一点你要看清楚 只是我们难得活的 又能够听闻佛法 赶快修行 超越这个身体轮回的苦 哪一天你就会变成观音菩萨 利用身体的轮回来度众生 来解善缘 所以而不会成为身体心灵的奴隶 所以佛陀要我们勤修戒定慧 再次持戒 禅定 智慧 智慧不是看经典叫智慧 智慧是你把经典的意义 听闻的佛法 用在你真实的心灵 修行上面 那才叫智慧 有智慧的人不会生气 有智慧的人没有烦恼 有烦恼就没有智慧 重点是如此 所以但是你要达到智慧 你必须持戒 像各位今天这样乖乖的 晚上可不可以吃晚餐 肚子会不会饿 不会 什么不会 你骗人 会会会 但是我忍得住 肚子饿才好修行 肚子饿不能干嘛 就是打坐 看经啊 肚子饿你才知道众生苦 什么不会 真厉害 你干脆出家好了 所以你一定要守戒律 那你心才可以调伏 了解吗 如果你晚上肚子饿去吃 代表你心灵很脆弱 我放弃了这样 我受不了了 吃戒本来就有一点麻烦 有一点约束 但是这个麻烦约束 它才可以让你超越自己 就这样各位 吃饭是可以吃的 平常 来 念一下 少油 少辣 少咸 少糖 那你就可以活着快乐一点 不然你差不多五十岁 就什么高什么高 什么糖尿病 什么高血压 要死不死 所以我师父才会说 出家人不要吃辣了 吃辣了你是没斗志的人 因为你看到没辣你就吃不下 然后就肾脏不好 意志力薄弱 所以各位不要成为食物的奴隶 吃食物只是为了身体的修行 不能把食物当作一种快乐 一种喜好 你要养成那个习惯 所以从今天开始就不要油 不要辣 像我的皈依师父 法正长老活到一百零六岁 没有生病 我其他的师父都各个病死 因为我喜欢食油 辣好吃 就是这样 那我的皈依师父活到一百零六岁 他每天就是稀饭 白饭 木树羊 就是生菜有机的 他认为这样就OK了 人又不是为了吃在火的 人是为了火要吃的 他是这样过生活的 所以他告诉我要吃素 而且要少油少辣 天天念佛超精 他过得很自在 每天两点半起床 我们都还在睡了 他就起床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都不好意思 无会念佛 晚上天天看他在操 妙法莲华经 一字不漏了操 然后念佛求往生 所以现在呢 我们去给他调查 上品上升极乐世界 最快成佛的方法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这个定 这个定代表你心能够控制得住 叫定 不被欲望诱惑 不会食物诱惑 不会被爱睡觉诱惑 不会被懒惰拉走 不会被生气 被欲望控制 那个叫禅定 禅定 那你能够禅定 你才能够分析观察很清楚 不会被人家骗 背下凡所有相 皆是虚幻 简单的说 凡是你看得到的 都是骗你的 都是假的 你不要认为成功是真的 爱情是真的 我为我儿子是真的 所以因为这个世间 一切都是梦幻泡影 暂时存在而已 花开花谢 不要太认真 要谈恋爱 随便谈谈就好了 被抛弃 福报很大 有经验就好了 但是你一认真 那你就苦 认真赚钱 认真为了什么 该认真的是 把观在继 苦极灭到 一心念佛 这是你要认真的 该认真的是这个 不是努力赚钱 现在每一个人都 听老板的 不听佛陀的 老板给薪水嘛 多听一点老板的话 就会升薪水 但是不听佛陀的 佛陀是偶尔拜拜 这样 那各位你要一心念佛 要听佛陀的 听佛法的 老板随便随便 那只是为了赚钱 你该做好的 做就好了 不要一直 争争争争 我发现很多男人 很喜欢 我也要做老板 什么时候可以做老板 这样我就 有面子一点 面子能干嘛呢 男人要面子 女人要漂亮 那个能干嘛呢 今天你坐在那边 都没打瞌睡 你就厉害了 你老板有用吗 代表你心灵控制得很好 不错 代表你专心 在思维佛法 那最好 医生宣布你得癌症 没有关系 心里没得癌症 控制得很好 身体会死的 谁都会死的 所以那我 死得有意义就好了 让你活到两百岁 死得难看 有意义吗 所以我想 生命不再长 而且能够解脱 能够不断来轮回 利益众生 那比较重要 所以叫智慧具足 各位要了解 唯有持戒 修禅定 然后呢 随时观察分析 不执着 知道什么是该做的 慈悲是该做的 什么是该放下的 那你就可以内心解脱 也可以帮助别人解脱 所以各位呢 所有众生都有佛性 而且我们是靠所有众生 才存在的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体悟佛法 要感恩所有众生 但是他却不知道他有佛性 所以各位一定要普度众生 普度众生不是光给他食物吃 你给蚂蚁吃 你给众生吃 你要顺便给他说法 给他念念心经 你了解的佛法 给他讲一讲 就像各位 我教各位背的 再念一次 信心具足 龟一三宝 持戒具足 受持五戒 布施具足 消除千汤 广结善缘 智慧具足 了解四圣体 了解空性 了解佛性 你要回去跟你的狗说法 跟你阿嬷说法 跟你儿子说法 就像各位一定是我的爸爸妈妈 不然我七月份怎么会来呢 那只是爸爸妈妈你现在做人 那我现在做出家人 那我一定要来报答各位的恩 那希望各位也能够智慧具足 能够解脱 也能够帮助众生 都解脱都成佛 这是佛叫我们 这个四个具足 现世快乐 来世快乐 将来解脱 必尽成佛 那各位你要不断的复习 很多东西不要记太多 把佛法的经药记住就好了 所以在北侧 对三宝有信心 对自己有惭愧心 有出离心 所以各位不要骄傲 我眼睛这么大 你们都看我两眼 这个叫骄傲 我身材那么好 又换一套新的 你怎么没看我呢 这就是骄傲 凸显至极 那这个东西可以当饭吃吗 这些东西得癌症的时候有用吗 各位你要想很远 这些东西当你一个人得癌症痛苦了 腰酸背痛 管他什么腰细不细 不痛就不错了 我认识一位女祭司 腰痛得要死 然后老和尚说 就是因为你穿高跟鞋才会腰痛 他说我宁可死也要穿高跟 我说你现在讲那种话 哪一天你痛到死了 腰痛了你就不会讲这种话吧 因为他认为腰细身材好 这个是他的生命 他误会了 这哪里叫生命 痛了什么都不要讲了 所以各位你要认识清楚 什么是该去追求的 所以要有这个智慧 好 讲两个故事好不好 不讲故事又要回家了 看手表 今天晚上不能跟太太先生讲话了 不用煮晚餐了 所以要多修行佛法 有人跟我说师父赶快下课了 五六点人家要回家了 我说回家都早夜了 不小心还吃东西 你一吃马上下辈子做动物 真的不能吃 不要开玩笑 除非你是糖尿病 要死要死 你要吃一下 因为你回家 危险啊 了解吗 危险啊 我们为什么要出家 危险啊 痛苦啊 出家就可以解脱嘛 回家还跟你谈什么 谈佛法吗 你太太跟你谈苦极灭道吗 不会的 但是所以各位多听佛法 以后六灾日 这边就算没办八观灾界 主动来报道 对不对 家是逼迫的 苦的 低调的听给我 是受约束的 不自在的 并不是这个家让你痛苦 是因为你执着所以让你痛苦 所以当然我们出家人就是远离家庭 因为才不会让我们执着 远离不是放弃 天天为父母家人在修行 我天天写我妈妈的牌位 我天天都写我过去丈母娘的牌位 我天天会像过去伟大的太太 感谢她放我出家 功德会像给她 我从来没有忘记她们 因为我放弃她们 那我这个人就没有报恩的心态 学佛最重要的 你也叫知恩 念恩 报恩 所以刚刚讲对自己有惭愧心 再来对众生有报恩心 所以所有的众生都帮助我们 都是我们的父母 所以我们要知众生恩 要念的众生对我们的恩要报恩 所以简单说对自己有惭愧心 对别人对众生有报恩的心态 各位当你要去讲别人的缺点的时候 先告诉自己他是我爸爸 你要怎么讲才讲 你不要说他是我爸爸 王八蛋你完了你骂老爸 你一定要永远 然后这个人骂你 他也是我爸爸 你一定要告诉你自己这样 如果你不告诉你这样 你就很容易去爱对方或骂对方 男人都是爸爸 女人都是妈妈 怎么会跟老爸老妈谈恋爱呢 报恩而已啊 希望他快乐 希望他离苦 而不是要去执着他 所以回去看到你太太 牵着他手 老妈你好 看到你老公 爸爸你好 就是这样啊 看到鸡肉 妈 赶快超度啊 把他埋起来吧 各位你要如此啊 这个叫知恩 一切众生都是我们的父母 我怎么可以伤害他呢 怎么可以执着他呢 这次佛教叫众生平等 接我父母 要帮助众生离苦 所以叫普度业 普度众生 这些儿女也是过去我们的父母 哎呀再来投胎的 虽然他来讨债 你要欢喜还债 但是你用佛法 就很快就超越了 那没有小孩子 你怎么知道爱对方是什么 没有父母 你怎么知道报恩是什么 所以我想我们要从这个环境去学 但是如果你设定好 你讨厌对方 那你实在是太苦命了 这个心态决定一切 所以对自己有惭愧心 不要怪对方 对别人感谢感谢 就像我出家 我的师父叫我不要带钱来 他知道你有钱 不要带半毛钱 你衣服都不要带 我说师父那怎么办呢 他说你这样来了 你才会知恩报恩 知道一件衣服也是别人买给你的 一杯水也是别人倒给你的 因为你没有工作能力了嘛 出家了嘛 再加上是你用你的福报能力 你在养自己 你很骄傲嘛 但是出家呢 众生养你 你要有这种心态 再念一下 身如乞丐 心如黄金啦 所以我们只是一个乞丐而已 但是我们的内心 虽然身体像个乞丐 但是内心里面很丰富 有智慧啊 用悲心这样 而不是去追求世界的欲望 因为我们的内心是有佛性的 菩提心是我们的黄金 慈悲心是我们的财富啊 所以内心里面很丰富 所以我希望各位呢 我们12月8号在马来西亚办短期出家 假赶快请好 穿两件衣服就可以来了 住个七天到十天 过过那种快乐自在的生活 有意义的生活 这叫什么 来 找到自己 恢复自己 像我第一天出家的时候 我痛哭流涕 这就是我才是最快乐的 你世间财产名望永远在多 五花大榜不自由 我本西方一纳子 为何生在帝王家 真苦啊 做个出家的人修行 为自己生命负责 为别人生命负责 这才是生命的快乐 有没有道理 赶快报名 早一点出家 对不对 当然短期就有可能变长期了 身体短期 心里长期 这样就OK了 如果你放下 出离心不是离开社会 什么叫出离心 以前你很在乎 现在不在乎 现在用慈悲 对你的先生 对你的太太 而不是在乎他对你好不好 这样你就过得很快乐 如果你有一个执着 那你就不快乐 对你好是我应该有了责任 报答你 也是我修行的目标 至于你对我怎么样 随缘 这个叫出离心 长得好看 没关系 拿来做佛像用好了 长得不好看 那不是更好拜佛吗 就不要那么在乎了 要画就画佛的脸 不要一直往自己脸上画吧 所以八观再接 不用画多快乐 哪一天你跟我理个光头 那连梳头发都不一样 多好呢 肥皂从头洗到脚 也不用分洗发精 还有个洗面膏 连身体洗的都不一样 就有三种 多累了 对不对 从头到尾一条毛巾 一块肥皂OK了 自不自由啊 自由啊 像各位陪我 每天陪我玩 那我多自由啊 但是我不会执着说 我明天还要来 我后天不离开 只海蚕食 那我就命苦了 走到哪里 人间一富翁 走到哪里 奉献布施 这样就好了 大家谈佛法 大家做好事 引导别人 那这样以后 菩萨清凉 也常游必尽空 对不对 意思是说 不执着 那你就可以悠游自在啊 去广结善缘 刚刚讲广结善缘 这个缘分结好了 将来你成佛了 你就可以广度众 那现在结善缘 不结而缘 好 第一个故事 各位可能听过了 释迦牟尼佛 有一次带着整个僧团 结果碰到了很冷很冷的天气 又没有人供养 大家肚子饿啊 又冷 那个时候 佛陀就跟大众说 放心放心 佛陀有神通了 走到前面有个大师祖啊 他会让我们住七天七夜 哇 大家就精神来了 终于看到一个大户人家 门打开 哎呀 师父啊 来啊 来我家住啊 哎呀 大家就快乐 这下也可以洗澡了 有饭吃了 结果天气越来越冷 到了第七天晚上 佛陀说 明天一大早全部要离开 那时候阿难说 佛啊 天气正冷呢 这个师祖这么虔诚 多让他供养几天吧 佛陀说不可能 大家行礼保一保 走吧 明天你就知道 结果佛陀走 大家只好跟着走 结果阿难就不甘愿跑回去 跑回去跟那个师祖说 师祖啊 天气冷 多住吧 嘣 门关起来 哎呀 昨天还这么好 今天不理我们了 他只好跑回来 就问佛陀 怎么会这样 佛陀说 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 佛陀说 我无量事前 在森林里面打坐 然后呢 都没有洗澡 没有洗衣服 忙着打坐 结果身上就有跳蚤 那跳蚤就跑来跑去 没办法打坐 所以佛陀说 我那个时候就把衣服脱下来 终于找到那只跳蚤 那跳蚤也要火啊 请你不要住在我身上 我帮你找一个 你方便的地方 所以那个时候 菩萨还没有成佛吧 他就一直找找找 刚好有一个骨头 有一个洞 那时候菩萨就把这跳蚤 放在骨头里面 想说这个骨头里面 大概有一些残渣可以吃吧 跳蚤喜欢吃这个 就给他住进去 结果那个跳蚤 在里面住了七天 自然舍望 那佛陀就说呢 那个帮助我们七天七夜 报恩七天 就是那只跳蚤来投胎的 所以我没有杀他 而且让他七天快乐 所以他报我们整个身团 报恩七天 因果准不准啊 准的 所以罗霍罗 佛陀的儿子被在他妈妈肚子关了六年 佛陀已经出家了 才生出来 人家都误会耶稣陀罗搞外遇 你老公出家了 你现在六年才生小孩 就有一个说法 害了耶稣陀罗为了证明 罗霍罗是他亲生的儿子 抱着跳到火里面 如果这个儿子不是佛陀亲死的 我们两个母子就烧死 结果一跳下去 火焰花红年 大家才相信 原来 为什么佛陀的儿子会 在肚子里面六年呢 那后来佛陀回到加毕罗为国 佛陀就解释了 各位都知道 罗霍罗过去有一次 看到一只老鼠 它在玩 结果老鼠跑到一个洞里面 它玩不到 就用石头给它塞下去 早上塞下去 等它下午回来 才记得再把它拿出来 那老鼠刚好被关了六个钟头 六个钟头 关了六个钟头 所以它这一辈子来偷胎 要被它妈妈胎育 在肚子里面的地狱一样 关六年不自由 各位 因果可不可怕 准确地要命 所以有一个菩萨给我说 师父 他有一天车祸 腿断了 然后弄也弄不好 后来才给我说 师父 我小时候抓到蟑螂 都把他腿拔断了 我说准确 准确 拔断蟑螂的腿 自己车祸断腿 所以讲到这个 各位一定要 经常忏悔业障 一定要 每天都要忏悔 你特别要利益众生 更要忏悔 替自己忏悔 替爸爸妈妈忏悔 替众生忏悔 永远在忏悔 因为这个恶业太可怕了 这个要了解 再来 还有一个故事 叫佛陀三孝因缘 那市场 有一个卖鱼的老人 他卖鱼 但他心情不好 为什么 儿子死了 儿子死了 他很伤心 然后呢 那个时候 佛陀看到这个 就在笑 那佛陀看到老人 在那边怨叹 那佛陀就讲了 为什么这个老人会死儿子呢 这个老人一辈子都在抓鱼 杀鱼 卖鱼 破坏了鱼虾的家庭 所以 他虽然结婚生小孩 也会死儿子 这不能怨天尤人 所以鱼都是整群的 对不对 我们把他抓几只来 那结果你也破坏到你的家庭 也破坏了儿子了 那第二个 那这一只鱼 为什么会 会死呢 那因为他卖的鱼 在那边佛陀也笑 那些鱼为什么会在那边 被杀而死呢 那佛陀说啦 其中一只鱼 前世是一个很风光的天神 这个天神呢 专修空观 所以修空观呢 这个观想 所以修了空观 他达到很高的禅令 就升到无色戒天 无色戒天 那在那边 八十四亿四千万节这么久 都在天上 享受那种心灵的禅定 但是因为福报享受完了 剩下夜报 现在轮回来做鱼 被杀被卖 各位 天人八十四万节 能够现在投胎做鱼 被杀被卖 那结果 在市场里面 还有一只猪 跑进来 偷吃那些鱼 残渣 垃圾 佛陀也看了一眼 又笑 然后阿难就问佛陀 你为什么又笑了 佛陀说 佛陀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 做三宝弟子 那过去佛陀做三宝弟子 跟各位一样 守五戒 八门栽戒 一直到成佛 但是呢 那个时候佛陀 守五戒 八门栽戒 住在他隔壁的邻居 有一个人 不信善恶因果 然后呢 他拜鬼神 而且呢 喜欢吃喝嫖赌 赌博 不孝顺父母 所以佛陀说 我从很远很远以前 开始做三宝弟子 守五戒 八门栽戒的邻居 我已经百千万节 修行 终于成佛了 他现在还在做猪啊 他还在轮回里面 现在做猪 所以 那佛陀就 这个叫佛陀三宝因缘 的故事 还要不要听啊 有点肚子饿了 请多喝开水 好 再讲一个各位听过的 普达王的故事 那今天说 受八观灾戒来世做国王 那这个故事 今天讲得比较细 所以有一天 国王 那么 自己 受八观灾戒 在皇宫 而且朝佛陀的方向 顶礼 顶礼 那老百姓 大臣就很奇怪 他说 那你为什么要 要朝那个方向顶礼呢 因为他们不了解 世间有国王 那些大臣 那有一天 这个国王看到一个出家人 国王又马上跟他顶礼 那 这些比丘刚好都是阿罗汉 懂得看到前世 所以那个时候 这个普达国王 朝佛陀顶礼 朝出家人顶礼 然后呢 那这些出家人知道了 那 佛陀 那个时候 阿罗汉就 知道了 他说 这个国王啊 过去世 只是一个小奴隶 因为陪着老国王 来受八观灾戒 他拿着帆盖 替国王 挡挡太阳 因为他值得反盖 来服侍国王 而且因为这样 投胎做国王的独生子 现在还做国王 那这些罗汉呢 就到皇宫 把这个真理 因果 讲给皇宫里面的大臣都听 怪不得我们国王 这么喜欢拜那个佛陀 拜出家人 因为他过去 不过是一个小奴隶 因为参加八观灾戒 所以这辈子 做国王 也因为如此 皇宫的所有大臣 老百姓听到了 大家都很想拜佛陀 大家都守八观灾戒 所以那个时候 比丘就跟这些大臣说了 我的老师是佛陀 是三界至尊 有大威德 你们光拜我不够 你们应该去精色 直接依止佛陀 大家就合掌 南无佛陀 我们哪一天真想看到佛陀 结果一念南无佛陀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有神通力 直接用他的神通 陷在大臣众人面前 大家看到佛陀的向好庄严 这么庄严 欢喜色受 大家都跪下来 对佛陀五体投地 自成鼎礼 求佛陀给他们 受八观灾戒 他们国王 就是因为受八观灾戒 做国王的 所以他们求受八观灾戒 所以佛陀慈悲 为大众传授八观灾戒 讲了佛法 因果轮回四圣体的道理 从此 全国老百姓相信佛法 全国老百姓受八观灾戒 日常生活受五界十善 过着清净快乐的生活 佛陀经不精彩 就是因为一个普达国王 上辈子的事情被讲出来 所以全国老百姓羡慕 大家来守五界十善的功德 那再来呢 各位刚刚做了私食 在这边我要把私食的功德 布施食物的功德 再讲一次 不过经典里面有说 像各位今天说八观灾戒 佛陀在经典说 一日一夜出家修犯恨 乃至八观灾戒 脱离六千六百六十岁三恶道的痛苦 一天就好 就可以脱离六千六百六十岁三恶道的痛苦 哪怕你这个人喝醉了 把你理个光头 穿个出家衣服 你都可以 因为佛陀有一次看到一个喝醉的人 就把他拉过来 出家出家 那喝醉他哪里知道 就把他离光头了 穿出家衣服 等他醒过来就去打佛陀了 结果人家就问佛陀 佛陀你